CQ來讀書 看我們讀什麼書 看起來有點像在看電影 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 你會覺得他遇到這個難關 這次總沒辦法解決了吧 可是他就會用很驚險的方法 就是解決這個難關 然後又繼續往他的目標前進 其實人生真的是一場華麗的冒險 你必須有一些知識啊 技能啊 甚至要培養一種慣性 你才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安全 你確實在做這些事 那身為馬拉多料 我都可以做什麼